这位男主人非常的乐观 很开朗 所以这几天的工作她觉得相谈甚欢 心情很愉快 等到工作快结束的时候 她递出这个账单 然后请款单 这位主人 女主人 这位太太一看 怎么比预期寻价的价钱 打了很多的折扣 然后就问请教这位油气匠 怎么钱少收了这么多呢 这时候这位油气匠 她就说 说因为这几天跟你的先生相处得非常愉快 她的这样子乐观积极的那样子的态度 让我觉得我的生活 我的工作不至于太苦 折扣的这个部分就是我要感谢你的先生的 这个时候这位妇人她听得非常动容 也很感动 因为这位非常慷慨的油气匠 其实她也只有一只手 我们就知道说 很多人可能因为身体有一些残缺 或是能力稍弦不足 比别人差了一点 她可能就自我放弃了 但是这位油气匠 她没有因为这样子 就改变她该做的事情 有一次在拜访一位很慈祥的长者 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刚见面的时候就会询问他最近好不好 结果这位长者他非常有智慧 他说生活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你只要知道说人老了之后 就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接受了这样子的状况 那你所过的每一天都会是很自在的 所经历的这些都会是一个获得 她就说人生也是一样的 人生只要你有这样子的那一种 而知道说人生必经的过程 就是会有一些负担 会有一些痛苦 那如果你真正遭遇到事情的时候 自然你也就不会觉得这么难过了 这真的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长者 那第二点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随时培养心情 那心情 我们刚刚讲说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事 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你能够掌握的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 所以你可以选择快乐 你也可以选择悲观或者乐观 那有一天有个妇人 有一个太太 她很生气地打电话到她公司 她先生的公司 那时候她的先生还在上班中 然后电话一接通 她就很生气说 你是不是跟什么 是不是跟其他的女人在沟山大事 就是说有交往 是不是有其他的女朋友这样子 结果这位先生他非常错愕 他就告诉他 没有你在讲什么 结果这个太太很生气 他就说 还说没有 你的儿子明明打电话给你说是一个女生 一个女的接的电话 这时候她先生就说 她说我的手机根本没有开机 怎么可能会接到女生接的电话呢 太太越听越生气 认为先生在狡辩 很生气地就把电话挂掉了 挂掉了 这个时候晚餐时间到了 这个被怀疑的这个先生回来了 一进家门发现这个气氛很凝重 很奇怪这样子 然后呢 就彼此不讲话 先生无论这位先生怎么样做解释 太太都听不进去 气鼓鼓的 这时候在一旁玩电话的这个儿子 他忽然很大声地大叫 妈咪 赶快 那位在爸爸手机里面 在爸爸手机里面那个阿姨又打电话来了 这时候这个太太一听 哇 一个剑步就冲上前去 接了电话 正准备要破口大骂的时候 她听到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 如要留言 请按 如不留言 请挂断 如要留言 请在都身后按警之间 这时候太太真的是她才知道原来是误会了她的先生 所以在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她说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很多事情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 不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子 那停看听就能够让你的心情比较不会这么直接地受到影响 而且比较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 那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知道说 要快乐或者是要乐观 要悲观 当事情来的时候 你是被事情所影响或者是你做你自己的主人 谁是主人 你是你自己的主人 或者你一直都是被影响的 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掌握 那至少你能够掌握你的心 所以还有一个提供给各位就是还有一个观念 就是认定你自己就是最好的 所以可以每天早上起床就告诉自己 自我暗示 今天是一个最美好的一天 我是幸福的人 我是快乐的人 那自然呢 这一天里面的心情就会是愉悦的 那还有就是感恩的人有福 如果你随时是心怀感恩的 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上 所有你经历到的人跟事都是最好的 最美好的 那还有一个女孩子 她在护证事务所上班 那每天接的这些 面对的这些民众非常的多 非常繁忙 那后来因为很多人 有一些人是 就是说比较合理的 比较好的 这些民众都有 她没有办法栽选 一段时间之后呢 她生病了 甚至得了上班恐惧症 那她有一个习惯 就是如果遇到很不合理的民众呢 她就在她的笔记簿上打一个叉叉 遇到比较好的状况呢 她就打一个圈圈 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她的笔记簿上画满了大大小小的叉 让她很生气 很不合理的事情 非常生气的事情 她就打一个大叉 结果这些叉越来累积越多 已经写满了她整个笔记簿 那这时候呢 她遇到有一个朋友 她就请教这个问题 这个朋友建议她 你把那本旧的笔记簿丢掉 重新买一本新的 这本新的笔记簿呢 左右 左边呢 你画写上刁民 右边写良民 当你遇到不合理的民众的时候 你就在刁民这一页打一个小叉叉 然后呢 遇到良民 就是好的百姓呢 你就把这个叉叉杠掉这样子 那一个礼拜 每一个礼拜总结一次 看是刁民多还是良民多 那这个女孩呢 就听她的建议 真的这么做了 还是会每一天还是无可避免的 会遇到一些比较不顺心的这样子的人 然后呢 她的笔记簿上多了几个叉叉 刁民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可是她发现呢 一个礼拜总结下来 虽然叉叉刁民这边的叉叉很多 可是也都被杠掉了 都被杠掉了 那当这个刁民这边的叉叉 没了之后 都被画掉之后呢 你就在良民这边画一个笑脸 所以一段时间之后 她发现呢 其实呢 这个笑脸反而比这个叉叉还要多啊 她才去意识到说 生活当中其实有 会有不顺心的人跟事 可是呢 相对的 对我们好的人还是很多 你觉得很愉悦的事情还是很多 从那次之后呢 她这个上班恐惧症消失了 每一天上班都是非常愉快的 那后来呢 听说 她嫁给了一位富翁 一位富商 那这位媒人呢 介绍的这个媒人呢 就是当初让她非常生气的 她的婆婆 那因为她自己本身的 这样子的改变之后 相对的也影响到周遭人对她的观感 让她赢得了这样美好的婚姻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的选择 所以每一天 每一个当下 对我们来讲 对每一个人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 那有一个很年轻的太太 感谢